客戶給我代工的量可能不多 我就把工廠做一個調整 少量多樣的訂單 我全部都把它接收過來 我一直想要跟別人溝通的就是 你要更愛自己 把自己先從成自己的工作 對外就會散發出自信或是優雅的力量 請您鎖定台灣上前窗節目 和您一起聽經濟